一鍵按下去 一個按鈕按下去 請問你要哪一天的 哪一年的年曆 你就說那一年年曆 它自動全部幫你跑出來 自動幫你格式化完成 那這就很方便了 不過很多東西都是先從 一步一步的 慢慢累積下來 你可以把你做的動作 全部把它串在一起 那就可以達到你要的目標了 不然這樣可以啦 沒有問題 好那首先的話 第一個我要怎麼產生年曆 一般的話是 先產生每個月的第一天 再產生每個月的下面的天數 所以一般的做法是 第一個我要跟2月到12月 最快的方法 其實你可以插入函數用什麼 用e-day 有沒有 為什麼因為相差一個月 所以e-day按確定 剛剛才學過 start day有沒有 然後慢時的話就一個月 他會自動幫你把2月1號帶過來 好那一樣嘛 2月1號 所以你向右拉的時候呢 剛好呢 向右拉如果你不鎖定的話 那A會變成B B會變成C有沒有 所以剛好向右拉 他剛好C就會參考到B的資料 然後又相差一個月 所以基本上呢你就直接把 先輸入一個向右拉就可以了 他會自動幫你把3月1號到12月1號 全部幫你顯示 不過因為欄寬不足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欄寬 3月到12月選取 然後在其中一條線快點兩下 這樣就OK了 但如果你不快點兩下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你可以到常用裡面 設定格式裡面的自動調整欄寬 OK 不過顯然好像剛剛那個方法比較快 對不對 所以你們記快點方法嘛 選這幾欄快點其中一條線 這樣就好了 OK 而且很直覺啦 所以方法很多 我都是記那個最快的 好那再來的話1到10 等於是2月做完向右拉 自動每一個1月份就出現了 每個月的第一天就出現了 再來的話呢 這個等於什麼呢 等於上面這一天加幾天呢 其實加一天就好了 因為它實際上就是一個數字 只是你數字輸入上去呢 它如果裡面格式是日期 看到的也會是1月2號 對齁打勾看看 好這樣沒問題 所以如果你向右拉 它又會怎麼樣呢 三就是這個力量會增加 所以它會一直參考上面一個上面一個 對不對齁 所以加一天加一天 所以向右向下的話應該就全部都出來了 然後呢在向右的話 因為它也是參考到上面這個 所以2月份的也會出現 所以我向右拉一個 你會發現喔 這個時候呢 它就出來了 不過會有個問題 如果你這邊向右整個把它全部填滿的話 到L欄 那會有幾個問題可能要注意 就是說 這邊有沒有 就是如果它一個月不是31天的部分 它會多出下個月份的東西 那怎麼辦呢 你要把它去掉的話呢 當然不是叫你delete delete掉的話 你可能要delete掉很多次 所以如果我不是用delete 那你就需要怎麼樣 當它輸入日期的時候 先判斷一下 是不是跟上面的日期 跟現在這個儲存格的那個月份 是不是同一個月份 所以這邊的話就會用到month那個函數 所以怎麼做呢 回到剛剛的部分 先把這邊也許剪下來 再插入一個邏輯判斷 前面講過一負 那如果什麼呢 如果先打一個month month哪一個呢 就是上面這個儲存格 A2 它的月份呢 它如果等於 我習慣是不等於 如果不相等的話 那我就變成沒有東西 就是不要出現那個日期 如果它是OK 那就A2加1 就跟剛剛一樣 所以不等於什麼month 那我把上個儲存格 就是一樣是A2 把它加了一天之後 再看一下月份已經不一樣 那如果不一樣的話呢 那我就是沒有東西 反之呢 就是把A2加1 剛剛那個剪下的貼到force 不等於 當然如果你想說 老師我可不可以等於 其實也可以 把下面這兩個顛倒就OK 只是說 習慣上是 就是 我想到的邏輯是這樣 那我就用這樣的表示 這樣會比較 能夠理解 不然有的時候別人的邏輯 不習慣 我還是會習慣把它改成我習慣的邏輯 因為別人的想法 它是這樣繞 我習慣這樣繞 我就把它換一個方向 不就好了 那你會發現 如果你改完之後 那個結果會比較 感覺你比較有看得懂的感覺 為什麼 因為比較有你的味道 習慣就是 比如說你到一個地方 就不是你的地方 你睡不好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就習慣有那個味道 所以我習慣 即便我是參考別人的程式 我還會全部把它改寫掉 為什麼 因為那就不是我的東西 我怎麼看我都覺得很不習慣 所以你會發現 我放在雲端上的程式 什麼寫都跟別人不一樣 對不對 因為那就是我寫的 我用我習慣的寫法把它寫出來 那不代表說別人寫的不對 只是說那個方法 他可能比較習慣 那我不習慣 我改成我要的 另外坊間的書籍很喜歡用物件導向的寫法 那我的程式比較少用物件導向寫法 我都是直接的 為什麼 因為物件導向的好處是說 它比較抽象化 意思是說把東西放在記憶體裡面 然後弄弄弄很抽象化 然後再把結果丟丟丟 比較厲害 但是有個缺點 完全看不到 你只能用想像的 就是要把你的腦袋 模擬成電腦 然後把那個記憶體裡面的東西 模擬大腦裡面可以 大部分的應該沒辦法 我自己都有點覺得沒辦法 最後來用直接的 為什麼 因為以色友本人就看得到了 你為什麼把它抽象化 你乾脆直覺就好了 以色友最大優勢就是說 他每個出生格都看得到 那你乾脆就用直接來寫就好了 不是最簡單 這也是我習慣的方法 好 那最後的話 應該可以看懂了 不等於按確定 這個時候向下 然後再向右一下 其實大概2月份 看3月1號是不是就去掉了 3月1號去掉了 不過也是另外一個問題 因為它上面 如果我用曼時去判斷什麼 曼時下面這個為什麼出錯 因為它用上面B30的資料 拿過來判斷 結果B30裡面沒有東西 造成它的值是錯誤的 所以他跟你講說 這個無法判斷 所以給你一個錯誤 那一般習慣是怎麼樣 如果有錯誤的話 可以怎麼樣 把它過濾掉 那過濾到最簡單的方法是 減下來 插入一個過濾掉的錯誤 請value錯誤 其實就是一個l 它如果是緊開頭的 比如value 或者是什麼 一堆的not available ref等等的 就是錯誤 如果發現錯誤 那我把它變成沒有 那怎麼變成沒有 1.先把剛剛的公式減下 2.把它貼到value 貼上的東西不要放在等號 然後如果裡面有錯誤的話 那變成沒有 那如果沒有錯誤呢 那就輸出原來的資料就好了 OK 按確定 這時候的話 向下 向右 放開 不見了 有沒有 所以這樣的向右 12個月呢 一氣呵成 有沒有這邊就自動 就不需要靠人工了 不過代價好像有點大 好像自己的例子也可以啦 只是說 這樣還是比較帥一點 OK 比較厲害 你會發現這比較厲害啊 好 這是一個練習 舉個例子 那接下來呢 第二個就是說 我如果希望呢 禮拜六 禮拜天 填不同的顏色 可能禮拜六呢 我希望 可以怎麼樣呢 也許字呢 加一個 這個 深綠色 然後呢 填一個淺綠色的顏色吧 類似這樣 如果禮拜天的話 填一個紅色的字 填一個黃色的底好了 類似像這樣 OK 那問題是 如果說你每一個都要填 一年 有52個嗎 那裡面要做 乘以2嘛 52乘以 那要做很多次 所以如果你希望一次就全部做完的話 你有什麼方法 當然提示的話 你可以第一個先把範圍選起來 A2 C2向右向下 然後你可以利用設定格式化條件 新增一個規則 但規則裡面的話 這幾個應該都不行 只有這一個 這個所謂的公式 就是他可以使用Excel裡面的函數來判斷 判斷完之後呢 如果答案為True 那就格式 如果不為True 那就不格式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呢 也許可以先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所以待會呢 第一個 先把那個一年的年曆先做完 第二個是禮拜六 禮拜天 設定 那個 不同的格式 然後第三個就是 再插入空白裡 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做完之後 那下方我希望呢 他能夠 讓我 填一些資料 在那個 日期的下方 真的可以拿這個 來當成 紀錄一整年的相關年曆 不同客戶 或者是 不同的部門 等等的不同人 你可以有不同的 這個相關的形勢力的話 那你可以 再插入一個空白裡 不過插入空白裡 要怎麼做 我待會再來看 我待會再來看 謝謝 謝謝